这个隔正会跟着上瘾 TVB就完终的让我们踩台背才摸到 往更多地方来看 前流感风暴民众有没有因此不敢吃的呢 相关呢有这个当归鸭店 前一天呢生意大爆满 一天要准备18只鸭 晚上就会卖光了 可是疫情一爆发之后 他们说一直到深夜 竟然有鸭还卖不出去 很明显是受到影响了 那么另外还有火鸡肉饭 民众呢虽然来到这里 也还是照吃不悟 不过大概心里面多少都会关心 接下来的疫情冲击 春夜11点 当归鸭店还开着店内客人一两桌 前天生意好炒鸭肉 鸭肉冬粉 鸭肉面馅 鸭肉卖的下下叫 18只鸭 晚上9点多就卖光光 原来生意差在 禽流感疫情爆发 客人怕怕少吃为妙 还是会啊 还这么做啊 就是 就是自己还是要少吃啊 昨天9点多就卖完了 将近10肉全部都打了 今天呢 今天11点还在撑啊 麻辣锅底姜母鸭 鸭血一地少不了 以鼎王麻辣锅店来说 鸭血没有单卖 都直接放在麻辣锅底内 平常一家店一天买100锅 轻流感疫情后 民众还是照吃生意 占卜受影响 倒是两只脚的鸡 卖火鸡肉店的店家生意 有没有差 鸡肉饭 鸡肉饭鸡排都有 都有 对 鸡肉还净 有人买到这里了 有 离农历春节还有一度多月 过年年菜还要不要吃鸡鸭鹅 台中这家饭店推出的冠军年菜 天香潮州 卤水排有鹅肉 乌鸡 乌鸡 敦鱼翅 是鸡肉 宝鸭 香苗 藏 甜坤 是鸭肉 大厨说过年年菜 不会更改菜色 我们现在没有做调整 那因为这个潜流感 只要经过高温的杀菌处理 那其实在实用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潜流感 鸡鸭鹅全重了 只要民众不敢吃 卖鸡鸭鹅的店生意 就会掉可预期的收入 多多少少受影响 TB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第二人马Q的母亲马妈妈 因为罹患了肺癌第四期 在今天早上